老师你好,我朋友想买个房子,想请你帮忙看看,户型图发给你了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户型图 我们还是一样,先把户型图给大家打在屏幕上 那么我们看这个户型图啊,第一直观肯定是有缺角的地方 那么我们画一下,看一下缺的具体是什么地方 它这个房子是一个北京的房子 北京的房子普遍都比较紧俏嘛 所以存在这种的情况也是难免的 它房子呢,是一个上南下北 所以我们画完之后的话,就会发现它这个房子东北和西南缺角 那么这两个地方的话,五屏都是图 所以我们图的时候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 给它用泰山石或者是黄水晶来进行图 除了缺角以外,我们再看一下内部啊 这个房子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采光比较差 那么它进门之后就是一个餐厅客厅的一个地方 但是呢,它这个区域是没有采光的 它的采光是从什么地方来了 是从这个厨房,这个窗户来采光 但是厨房那边又安了一个门 那么我们看一下现场实际的一个照片啊 这来就是它一个客厅的一个情况 是不是,市值的话都是没有采光的 像这种房子的话,客厅我们肯定是要解决采光的 那么可以怎么改了 可以把这个厨房给它改一下 两种话是,第一种改放成开放式的 就是说把这个厨房靠近我们客厅这面墙给它去掉 去掉的话,它这个厨房这个窗户的采光的话 就会能进到客厅里面 那么客厅就能够得到一个好的一点的采光 第二种方算就是把厨房给它推进去 就从这个位置推进去之后 按一个推拉门之类的 因为推拉门是玻璃的嘛 它也不影响厨房的采光 同时呢,那么控出来这块区的话 我们就给它把这个门给它去掉 那么采光的话也能通过这个窗户采进来 那么让这个客厅有这个气场 不然的话整个客厅一是采气采光不足 第二的话就是长期闷在这里面 它也容易产生一些异味 同时它还有一个窗户 就是卧室的窗户也很小 这个东西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解决 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按新风系统 那么它也会影响我们的一个空气的流通 这个房子的话 我们主要就是说 第一,解决采光的问题 第二是解决缺角的影响 比如说它像这个西兰 一般我们解决的话 西兰方向是比较重要的 它的西兰方向的话 最靠近的是卧室 那么我们就可以采用黄色的水晶球来进行调整 好了,今天视频就讲到这里 大家有房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私信我 再见